我宣布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9周年 桥界升旗典礼 现在开始 孙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修正总领事 李强明大使 尊敬的王毅副总领事 各位总领馆领导 各位桥领 各位媒体朋友们 所有到场的嘉宾们 大家尚无好 感谢大家 历临升旗典礼现场 我是今年国庆 升旗典礼主席 陈韵梅 请允许我介绍 今年的升旗典礼顾问 刘言女士 副主席 王毅凡女士 六位共同主席 美中电影电视发展基金会主席 扎中华女士 完整修车厂总裁 徐云女士 美国大自然新材料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商务经理 李秋燕女士 奇奇粉刷老板 王毅女士 休斯顿华美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总裁 Victoria Zhao NIG Houston Financial Network 总经理 Jimmy Wu先生 感谢他们对升旗典礼的 大力支持 国旗是一个国家 最鲜明的标志 显示着民族的个性和尊严 我们在休斯顿举办国庆升旗典礼 是在美国南部 体现我们中华风貌 此次升旗活动得到了修正总领馆 中国人活动中心 华夏中文学校等众多单位和个人的大力支持 大家共同参与 以此表达对故乡的思念 对祖国的热爱 也展现了华人华侨的精神面貌 在我们庆贺祝国69周岁华旦之日 中兴祝愿祝国繁荣富强 人民幸福安康 下面我们请全体肃力 请升旗仪仗队入场 好 大家请 谢谢 下面 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升旗完畢 现在 我们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休斯顿总领馆 总领事李强明大使 至此 尊敬的中国人活动中心 金敏董事长 范玉兴基金长 休斯顿国庆升旗仪式 求委会 陈佑梅主席 各位共同主席 各位同胞 各位僑胞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9周年之次 我代表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向大休斯顿地区和美南地区的华侨华人 留学生 中资机构人员 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货和温厚 向精心求备 升旗仪式的中国人活动中心 等侨团 表示 衷心的感谢 女士们 先生们 69年来 中国共产党 带领全国人民 在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不断地探索 取得了举细瞩目的伟大成就 改革开放 40年来 中国兼其经济建设委中心 不断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 经济体量 跃居世界第二 国际影响力 不断上升 过去的一年 中国共产党 第十九十全国代表大会 声明召唤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改革开放 大业 方性未然 今年上半年 中国的GDP 同比增长6.8% 供给市 结构性改革 初见成效 经济结构 继续优化 升级 国民经济 延续了总体平稳 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明显提升 2017年 实现近1300万人口的 脱贫任务 国家智力体制 和智力能力的改善 给普通老百姓 带来了更多的便利 青山绿水 造福子生后代 一带一路 等外交部局 带来更多国际人员交流 和商机 朋友们 同胞们 中美关系 是当今世界上 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是中美1979年建交以来 中美关系 全面发展 已经形成了 密不可分的 利益 共同利益 利益共同体 历史已经证明了 中美经贸关系 本质上 是互利过赢的 共同利益 远大于分歧 中美双方 和 这两立 斗 则巨乡 这位世界上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发达国家 中美关系 对世界的和平稳定 发展繁荣 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 中美关系 正处在关键时期 中美双方 应久远 长远的发展 顺应时代桥流 造福两国人民 和世界人民 我们 对中美关系的前景 充满信心 美南地区的广大华人华侨 历来具有爱国 爱乡的光影传统 多年来 大家为主持国 经济社会发展 其和平统一大业 促进中国与美南地区的交流活作 发挥了特殊的调量作用 使中美友好的见证者 参与者和秀逸者 特别是我想提到 在涉台问题上 大修论力学侨暴 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自觉 自发的组织 对蔡英文 各进的抗议活动 激发了全体侨暴的 爱国出统的热情 打击了 白独势力的肖交气眼 我愿借此机会 向长期致力与中美友好 祖国统一和民主复兴的广大侨胞 表示衷心的感谢 希望你们继续为中美南部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交往 作出不懈的努力 促进中美之间的关系 平稳健康 发展 最后 祝愿伟大的祖国 繁荣强盛 国泰民安 祝愿各位侨胞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谢谢 活动中心执行党 范玉新博士致辞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休斯顿总领馆 与强明大使 王毅副总领事 刘洪梅副总领事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休斯顿各界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很高兴能在这个 美好的日子里 和各位一起 迎接祖国母亲 69岁的生日 看着鲜艳的普通气 人人生气 我和大家一样 热血沸腾 新潮横满 69年前的今天 是一个永载死吃的日子 在伟大的家门广场 升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一面的新风气 显示了一个民主的拂绝 与作业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中国历史开始了新的历史记忆 69年来 全国各种人民 团结一型艰苦纵斗 毕竟 中华大地 发生翻牵 附近的变化 今年 掐红改革开放 40周年 40年的建设 成就 令人融入 取势赞叹 目前 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世界第一大工业国 世界第一大贸易 购物贸易国 以及世界第一大外汇 除以国 其中 2017年 比世界经济增长的供费力 超过了30% 万水 千山 总事情 虽然身在他乡 与祖国母亲 相隔千山万水 这更 更加能够深深地体会 我们中国心 和敌祖国母亲的深情 怨恋 69年后的今日 这位海外侨胞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 为富强 好感到无比的骄傲 与自豪 侨胞们 在海外也大整红 用我们的勤劳 勇敢 和智慧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让祖国骄傲的辉煌成统 这文权 离不开 强大祖国 祖籍国 作为坚实的后登 毅历史 勉腆烈 谭县状 展未来 寄希望 无期之下 我们更加囤结一致 开拓进水 作为一个光荣 而且有尊严的中国人 为逐步实现 中华民族 为大徒新中国梦 而努力 在此 让我们共作 为大祖国 祖籍国 繁荣昌盛 国泰文安 祝各位 节日快乐 生气健康 工作胜利 何家幸福 谢谢大家 下面我们有请 休斯顿著名女高音歌唱家 梵育珍 给我们演唱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祖国 北家宾 大家好 今天我非常荣幸 在这里为大家演唱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的中国 你了达我们海外游子 对祖国大好和善的眷恋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已冲火 清晨我放黑 一去一百分 我已冲火 为你冲来一回 闪了一夜 这日海冲山 军临飞过 我们就做你的生日 我已冲火 人都没有我 永远离心 我不记得一生日 做你的我 这生儿的心中 希望你的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已通过 今生我放飞 一切迈何 为这些爱的美 最后的埋葬 可否再包含你 为我 我用你的生日 我已通过 为这些爱的美 最后的埋葬 我用你的我 永远离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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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离心 大家说 好不好听 好 好 下面我们有请 这个舞龙舞师的准备 大家好 大家把这个中间稍微控除一点 让我们的舞龙舞师开始录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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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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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